小日子的整人综艳究竟有多么丧心病狂 你一定想象不到 今天的倒霉蛋是林木匠 节目组忽悠他出来 给一个海拔1100米的度假村拍摄宣传片 而度假村的特色项目就是这个全长500米的超级滑道 节目组告诉林木匠要在一分钟内滑到终点 并且在滑的过程中还要做出搞笑的表情 天真的林木匠还以为自己能很轻松的完成任务 完全没意识到接下来的危险 林木匠满怀信心的出发了 来到了第一个弯道 不过这里还不够刺激 第一个刺激来了 忽然的大爆炸 接下来是火星桥 然后是胡一脸的爆炸 接下来是道具枪的扫射 然后是奶油大炮 究竟奶油大炮能不能打中呢 这里还有一个反光镜 帮助狙击手观察情况 奶油大炮完美其中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刺激的 节目组真的太损了 做个人吧 可怜的林木匠被吓惨了 好可怜的 宝贝